如何区分驼背和蝴蝶骨 驼背和蝴蝶骨最明显的区别就是 驼背会让人的仪态不好看 而蝴蝶骨会显得人体仪态更加好看 所谓的蝴蝶骨就是肩膀以下 分居后背两侧成对称性分布的两块肩胛骨 想拥有蝴蝶骨可以每天抽出一点时间 做做背部运动 不但能让背部线条重回寝质 还能顺道减减压 驼背会影响从脖子跟到后背的脊柱 胸肌的过分弯曲会导致弓背的现象 驼背病常常不会疼痛 但会限制个人日常活动能力 比如从座位上站起来取物和弯腰等等 有些驼背是由脊柱骨折引起的 这种脊柱弯曲被认为是不可矫正的 但是只有一半具有这种情况的人有骨折时 所以平时在走路或者坐着的时候 不要弯着腰 以免出现脱背 这种脊柱骨折引起来 内sty可能这种脊柱骨折引起来